按下功能按鍵 按一下功能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一下 Green跟Magenta的調整 按一下設定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來 按一下設定我們就可以來調整一下 Green跟Magenta的調整 它是正負實來做調整的 就給大家一個最基本的調整空間 但是我不太知道它的單位是什麼 就是正負實 理論上是會有一個單位的 但是這個正負實其實調整 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一下 我們正負實的 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一下 我們的Green跟Magenta的色偏調整 那它的單位是正負 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一下 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一下 我們的Green跟Magenta的調整 但是這一支燈棒上面的Green跟Magenta 看起來是一個微乎其微的調整 就是功能在那邊 但是 那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 Green跟Magenta的調整 那它的正負 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 那它的綠色跟陽紅的色偏調整呢 它是以正負實來做調整 但是我看不太出來 那它的綠色跟陽紅調整是用正負實來做調整 但是我其實 那它的 那它的綠色跟陽紅調整是用正負實來做大概的 但是我覺得 看起來就是一點點的調整而已 那它的 那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 我們的綠色跟陽紅的色片 但是它的綠色跟陽紅的色片 調整 我覺得稍微有一點太弱了一點點 就有時候燈可能真的很綠 那這個燈可能就 沒有辦法到非常非常的綠 按一下設定 那按一下設定按鍵我們就可以來調整 我們的綠色跟陽紅的色偏調整 這樣就可以讓你更容易地混合現場光源來做拍攝 這樣就可以讓你更容易地混合現場光源來做拍攝 這樣就可以更容易讓你混合現場光源來做拍攝 那在CCT模式我們的亮度是一檔 那在CCT模式我們的亮度調整是從0開始可以一趴一趴慢慢地增加上去 那在CCT模式我們的亮度是可以從0開始一趴一趴慢慢地增加上去 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燈可能一開始起跳就是15% 讓你在非常微弱光線的時候也可以輕鬆地做拍攝 那在CCT模式的亮度調整我們可以從0趴開始一趴一趴慢慢地增加上去 讓你不互... 那在CCT模式我們的亮度調整可以一趴一趴慢慢地增加上去 在CCT模式我們的亮度可以從0開始一趴一趴慢慢地增加上去 而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燈可能一開始就是15% 非常非常的亮 那這一支燈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你在拍攝微距啊非常靠近拍攝物體的時候也可以做輕鬆地拍攝 那在CCT模式我們的亮度可以從0開始一趴一趴慢慢地增加上去 就不會像是有一些... 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 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它可能... 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它可能一起跳就是15% 甚至20% 所以你在微距拍攝的時候可能就會有過量的問題 那這一支燈棒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它可以一趴一趴慢慢增加上去 你在近距離非常微距的拍攝也可以輕鬆地完成 那我們按一下 那我們切換到... 那我們來到下一個特效就是我們燈泡故障的特效 那我們來到下一個特效就是我們燈泡故障的特效 那我們有ABCDE 那它有ABCD四種選項 那現在是A的部分 那燈泡故障... 那我們接下來來到的特效 那我們現在是A... 那我們接下來來到的登泡故障的特效 那我們有ABCD四種選項 那我們接下來是A... 那我們現在是... 我們要A,B,C,D各種選項 可以讓你選擇 那目前是在A選項 是這樣子閃閃 有點像是燈 那接下來來到我們燈泡故障特效 那我們現在是 那接著我們來到我們燈泡故障特效 那我們現在有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燈泡故障特效 那我們有ABCD四種選項可以選擇 不同的效果 那現在是A看起來就是燈泡故障特效 就是閃閃 有時候閃快有時候閃慢 那我們來看看B B的部分就是漸變 慢慢的變量 我的 太慢了 那接著我們來到燈泡故障特效 那我們有ABCD四種不同的效果 可以讓你選擇 那A 現在是在A模式 就是 自動的讓你 那接著我們來到燈泡故障的模式 那它有四種模式 那現在我們 我們來到燈泡故障的效果 然後 我們有四種效果 可以讓你選擇